最近随着英特尔 Ultra系列处理器的前面铺货 不少厂商也开始同步推出了 记忆新平台的迷你足迹 这不前不久刚和大家一起拆了那台 搭载155H的S700 那这回它的兄弟机S800也来了 同样是搭载英特尔最新的 Altra系列处理器 不同的是这台S800用上了 规格更高的 Altra 9 185H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款机器 包装盒和S700的设计一样 连大小都是一样的 我们打开包装盒取出机器本体 泡沫垫上面还是植茸的材质 这个给个好评 我们倒出所有的配件 一根HDMI视频线 一包裸丝 一根SATA硬盘线 一个内层的散热片 一个电源线 一个主机挂架 电源适配器19V 6.32120W 我们一起来看看机器的本体 这边的上盖下盖以及前盖 都是塑料的材质 两侧和底部有很大面积的散热打孔 其他的都是进风口 只有这边是机器的散热出风口 四周采用CNC金属材质进行包围 机器整体采用了 Cyber朋克的设计语言 加上这些斜纳的线条 看起来还是很有科技感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机器的一些接口 正面一个USB-C40G支持4K144Hz的显示输出 两个USB3.2 10GB 一个电源指质灯 一个电源按钮 我们来到机器背面 一个DC电源接口 4个USB2.0 480Mbps接口 一个HDMI2.0支持4K60Hz的显示输出 一个DP1.4支持4K144Hz的显示输出 一个2J45千兆 一个2J45 2.5G 一个耳麦接口 很遗憾 这台小主机并没有我们期待的双2.5G网口 这次模仿S600搭载了新一代的 Intel Ultra 9系列的CPU 16核22显程 6个大核 8个小核 还有两个超低功耗的小核 用于处理后台的进程 最大锐频5.1GHz 搭载的还是Intel ARC的核显 最大动态频率2.35GHz 机器尺寸 长149毫米 宽146毫米 高度55.4毫米 搭配厂商负重的硬盘和内层 整体验重686.5g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S800和S700的合影 相较于S700 S800明显大了那么大一圈 一个是简约现代的设计 一个是CyberPunker的风格 也不知道各位大佬们更爱哪一种设计 我们线下背部两个螺丝掀开上盖 掀开的时候需要小心 这边有一个风扇的排线 这个风扇主要用于内存的散热 这里有一个SATA接口 可以接入一块2.5寸的SSD 固带硬盘 那这个设计啊 其实在小主机领域也算是比较小众了 这边有一个PCIe 4.0x4的 NVMe硬盘插招 随机的硬盘来自 英锐达的PCIe 4.0x4 500G 揭开内存条上面的散热片 双通道DDR5内存 5600MHz 单根最大支持到48GB 那厂商负重的内存来自 英锐达的DDR5 5600 16GB 这里有一块无线网卡 来自英特尔的AX211 支持WiFi无线 以及蓝牙5.3协议 卸下底部四个螺丝 我们打开底盖 底盖上面粘着WiFi的天线 那大伙打开的时候 一样需要小心 苏尔大的一个涡轮风扇 看起来还是很强劲的样子 不知道静音做的怎么样 那这个鳍片和散热器之间 用胶带做了密封的处理 那细节还是做的挺不错的 那这边还有一个PCIe 4.0x4的 NVMe硬盘插槽 那我们装上一根 英锐达的PCIe 4.0x4的 两T硬盘 加上刚才的SATA接口 模仿S800一共支持三块硬盘 好吧 我们盖上底盖 装回机器 插上电源 网线 我们开机 进入BIOS Ultra 9 185H 内存16GB 5600兆Hz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CPU的默认功率为55W 那这个数字可以被修改 比如改成PL2的65W 那这边我们也就选择默认了 接下来的所有测试 也是基于默认的55W的功率 模仿S800预装的 Windows专业版 并进行了数字版的激活 进入Windows 待机功耗约为19W左右 小主机的稳定性 也是我们最为关注的 那在环境温度29度的情况下 我们打开AIDA64 对机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 FPU单口压力测试 在开始的一分多钟 CPU频率3.1GHz左右 CPU功率在PL2也就是65W 一分钟以后 CPU开始降频 功率降低到PL1也就是55W CPU频率在2.9GHz左右波动 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 CPU的功耗稳定在55W 整机功耗85W左右 CPU此时的最高温度102度 平均温度76度 内存最高温度49度 平均温度47度 NVM1硬盘最高温度56度 平均温度54度 所以我们这个NVM1硬盘上面 大家还是需要安装散热马甲的 烤机的过程中 机器表面最高温度42度左右 热量主要集中在机器的侧面的出风口 最高温度55度左右 环境噪音44分配 我们把分配仪贴近机器 分配仪的数字仅仅上涨了2分倍左右 机器异常的安静 不凑近几乎听不见散热器的任何声音 那相较于先前的S700 这散热和噪音控制的那是相当的可疑 我们打开硬盘测试工具 测试我们后面加装了那块 NRIDA的PCI 4.0x4的2T硬盘 瞬息读起7093Mbps 瞬息写入6799Mbps PCI 4.0x4的硬盘接口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打开Apple 13对2.5G的网口 进行了打流的测试 无论是单线程多线程的上传下载 均可以刨满2.5G网络 我们从NAS上面拷贝了大约33Gbps的文件 速度一直稳定在280兆左右 那这块2.5G的网卡 没有任何的兼容性问题 这次魔方的185H 同样搭载了Intel ARC的核显 我们打开一部8K AV1变码格式的视频 那仅仅开始的加载的时候 丢失了25帧 那接下来的播放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我们再换一个8K AV1变码格式的视频 也是非常的流畅 仅仅只是加载的时候丢失了155帧 那其他的什么H.265VP9等 编码格式的视频 更是没有任何的压力 我们在YouTube打开了一部8K AV1 编码格式的视频 整体播放非常的流畅 也是没有任何的丢针 在游戏方面 英雄联盟等对显卡要求不高的游戏 2K极端画质 帧率在180帧左右 原神1080P低画质 两倍抗锯齿 无论是跑途还是战斗 妥妥的又是帧 地平线5 1080P中画质 关闭抗锯齿 75帧左右 玩起来还是比较的顺畅 我们甚至还测试了3A大作 黑神话悟空 1080P低画质 开启增生层 最后平均增力45帧 不得不说 这已经是目前核显平台里面 非常难得的表现了 毕竟整机并没有搭载独立显卡 仅靠奥刷9185H自带的ARK核显 就能把3A游戏给跑起来 而且还能够控制在 一个稍微可玩的帧数方位以内 这对一台体积这么小的迷你主机来说 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喜 当然啊 若是780M9的核显 那游戏表现可能会再进一步 但在英特尔平台上 目前这个成绩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总体来说 模仿S800延续了全座的优秀基础 在性能做工扩展性方面又往上走了一步 尤其是这颗凹刷9的185H 虽然核显性能距离780M还是有点差距 但在英特尔阵营里面 也算得上是能打到一位了 搭配双NVME加SATA的硬盘扩展 AX2115线静音风道 那这套组合已经非常适合做多用途的小型生产力平台 那如今的性能级迷离主义市场 几乎也是被锐龙平台所占据 那承认以锐龙78845H为代表的芯片 具有不俗的综合性能 但是很多商企用户 还是更看重英特尔平台的稳定性 那一些内容创作者 也更青睐于Ultra处理器的编码引擎一个高效率 那如果你正在考虑一台GCRE-Ultra平台的小主机 那模仿S800算是一个比较均衡的选择 那目前猫咪旗舰间的准系统价格为4285 我晓得有需求的小伙伴们是否会为其买单 好吧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老铁们长期内容的支持 历见以后玩 我是波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